一年以来,随着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北京加大力度对外企施压、突访、调查、拘留等多管齐下,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在一份公告中说,中共当局将数据出境流动视为一种国家安全风险,其新的和现有法律可能会迫使公司在当地雇用的中国公民协助中共政府的情报工作。 美国反情报中心负责人麦金泰尔表示,修订后的中共法律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却没有明确界定相关术语,这将对私营企业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熟悉中国法律的人权律师表示,即使中共明确措辞,仍可钻法律条文的空子,任意对任何人编织口袋罪。 华尔街日报周五指出,中共给予政府更多访问和控制公司数据的权限,可能会把原本正常的商业活动都嫁祸成犯罪行为。 吴绍平律师对本台表示,除了外国人商业活动会受影响,中国大陆老百姓的安全风险也会大增,因为法律的解释权永远属于中共。 某种程度上讲的话,就是说,随着这一步法律的进步实施,因为7月1号生效嘛, 意味着中国整个社会是彻底的进入一种红色恐怖的一种状态。 所以你跟外国人敬个面喝杯茶吃个话,你可能就是涉及出发完电的电话,各种理由给你治罪。 此外,新法上路后,那些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中共还将对其实施新的出入境限制, 这无疑会给外国企业、记者、学者和研究人员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新常人记者瑞丽,纽约采访报道。